导航,去泡妞 你真是色胆包天,难道你老婆给你定的规矩,你忘了不成 她给我定的规矩,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那你听好了,她给你定的规矩是 允许你喝酒,允许你勾妹 但是晚上必须给她归队 如果你敢伤她的心,伤她的肺 她一定会把你的第三条腿打残废,让你的鸟鸟永远打瞌睡 哎呦什么 老航们 在呢 我心情不好 怎么了奇葩哥 我感觉我生活压力太大了,我不想活了 你要好好的活着 想想你的老婆 我老婆跟人跑了 想想你的身边兄弟 我老婆跟我兄弟跑的 那想想你的孩子 我孩子是我老婆跟我兄弟跑的生的 那你还是死吧 活着没啥意思了,一路走好 还能起死我了 导航,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唐代的大师人李白,她的夫人是谁啊 赵香炉 哦 那李白的女儿又是谁啊 紫烟 有什么根据吗 李白的诗中写着呢 日,赵香炉 生,紫烟 还有什么 导航 我给你出个上脸 你能不能给我堆个下脸 当然可以 说吧 你爱我 我爱你 偷偷摸摸在一起 你有家 我有家 咱们不能丢下它 那横批呢 完事后 各回各家 还有什么 导航 去医院看病 请问你是看中医 还是西医呢 这有啥区别吗 当然有了 西医告诉我们 要经常去做做体检 早发现 早治疗 而中医告诉我们 不难受 不疼痛 就别乱检查 别没事找事 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去 而中医让你 稀里糊涂的活着 总的来说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那我要中西医结合呢 把你治成标本 哎呦 你妈 ocide techno 救命 赶 fini 谢谢观看